新西区農会为了让国小的核生 可以核实到牡岛上关的地势 实在带人来到农民建牡岛的农产 建设一系列的体验活动 让小朋友看到牡岛新兆的模样 核实到和科本不一样的实在经验 新西区農会为了要给国小建议去核生 还是有关牡岛的使用高业的地势 是邀请南科使用国小小朋友和家庭 实在来到农民在建牡岛的农产 提供用山手来帮牡岛独草 让牡岛可以去营养顺利新兆 在天洋华岛开始进行 修宣优農会中砍师李免花到清隆 喜欢农民如何借机器来独草 以及了解在地农作没有新兆环境 和黄宝龙要理念 营养的山洋一个到一个五分 当然是要一个教育 因为现在有的进行教育 刚才有些部外教育小朋友 刚才会认识的活动 用部外教育的教育 小朋友在听处秦隆喜欢和解释以后 也等不到想要冠农进去船来 天洋漫草 不过在过来没多久 摩岛船来的杂草 是比班了不少 家庭和老师也感觉 天洋漫长 可以让小朋友 看到摩岛身杂的模样 比在菜本看得到有真实感 现在都是都市小孩嘛 然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亲自 人家说会漏蚕啊 没有什么机会可以亲自去体验这些 更不要讲说分辨什么是杂草 什么是农作物 而且平常看到都是吃一个一个的毛豆莢啦 所以这一次你看今天他们可以亲自看到说 原来还是从这样子的植物农作物上面 然后可以采收到 我觉得比在书上看到的体验更深刻 那我常年有搭配学校试建会的这样活动 所以我每年在学校都会带孩子 亲近农作物跟带孩子去种毛豆 那今天很幸运的可以来带孩子来实际上 体验这样的食农的教育 希望带给孩子书本以外不同的知识 新西区农会表现 今年摩岛栽资金经营和山草都不好 不过农民用新教股的付出 让新西区资金毛豆可以一直维持下去 也就是这些带学校小朋友来到禅来 看到农民是如何资金毛豆到西培 让他新警戒可以认识 在来不容易的食物 既然小建伟新西区仓不得